準備實名勝世界一號 很開心,我們現在出發了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魔術師帶你享受世界 又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已經去了名勝世界一號公海遊首行 三天兩夜 很開心,太太又被邀請出席公海遊啟動禮 迎接香港年紀以來第一艘公海遊 我們今天就看看喜動禮的儀式 以及我們參觀了船上的皇宮套房 想知道皇宮套房是怎樣呢,就不要走開 那我們出發吧 辦完這個上船手續之後,我們就登船了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在星夢劇場等 一進去就有一個沙畫的表演 還有一些精彩的歌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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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這個台的燈光都頗漂亮 頗齊全的 因為身為魔術師的我 對於燈光的要求都很高 因為一個出色的表現 燈光的配合是非常之重要的 頗齊全的 頗齊全的 印象空間的 現在最流行的船中船的概念 這間就是他們的皇宮餐廳 這裡是指招呼皇宮套房的客人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 包括有24小時的管家服務 專屬的區域 優先登船落船 看大型表演時有特定的座位 有Happy Hour的飲飲時光 還有香港人最喜歡的全程免費Wi-Fi 還有一些特色餐廳可以免費使用 還有他私人的泳池 你聽到他有這麼多禮代 價錢也好上下 就等於你坐飛機坐頭等和ecoin的分別 首先參觀就是他的皇宮套房 連露台大約是22平方 你看到他床也有6尺寬 也有大的梳化 長長的露台 看著這麼漂亮的海景 還有衣帽間 還有拖鞋 還有玉盆 還有玉盆 隔板 還有很多擠東西的地方 跟普通房間最大的分別 除了房間大了之外 就是這個酒吧 有咖啡機 有些垃圾 還有雪櫃東西可以喝 不收錢的 而廁所的梳洗用品也豐富很多 還有浴缸可以浸浴 還有浴缸可以浸浴 浴缸 連升盤也比較大 如果你覺得不夠豪 就可以嘗試租這間 全船只有兩間 就是皇宮庭園別墅 進去 進去 有廳 有客廳 有個大電視 全部落地玻璃 進去這裏 就是一個房間 也有一張六尺的大床 三邊落床 不能少 重點不在這裏 直到這裏 有個酒吧 梳妝桌 還有用Dyson風筒 雖然我也是不能用 再入 就是一個 會客廳 為什麼會客廳最入 這個位置呢 重重之重 就是我們走出去這個地方 登登 有自己一個大的露台 還有一個私人的Jakuchi 是看著海的 記住 全隻船只有兩間房 位於船尾的位置 還可以看回他們的 私人泳池的位置 是不是很漂亮呢 做個對比 參觀到露台房 就是這樣 一眼看完 雖然都不是小 但是看完剛才那些之後 就馬上看到個分別 但是這間參觀房 廳房的刺板是新的 不知道為什麼 想知道 就要看我之前的影片 你就明白了 之後我們在主餐廳 又吃了個午餐 和欣賞到一些很精彩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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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what is it exactly in this time of year that makes the melancholy me reappear oh back and forth through dark roast coffee salt mist and sea sand and amber tree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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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郵輪的愛好者 今次有回香港的公海遊真是非常之開心 無論你喜歡什麼品牌都好 有郵輪到香港是很開心的事 希望陸陸續續有多一些大的國際品牌來香港做公海遊 或者其他行政 我已經預約好2023和2024年的郵輪行程 看看你們又喜歡去哪裏玩 如果未上過這艘船的話也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今集就差不多了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給適飲適食和喜歡玩郵輪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